法院法官胡雅敏一前裁定 八一罷非法集結案中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和大律師吳靠義等9人組織及參與美經批准集結罪罪成 代人被判即時入獄 為李柱兩位據法律背景人士卻獲判緩刑 香港法學交流的禁會副主席兼法學教授傅建篪如何評價這次判刑 李柱銘本身是資深大律師吳靠義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大律師吳靠義也做過立法局的議員 他們就知法犯法 理應是最佳一等的 但是法庭就偏偏判他換刑 而你看看何秀蘭反而直接判八個月監禁 你看到法官在處理換刑方面 他是相同標準 是不對稱的 也都是不合比例 也都不合理的 傅建篪建議律政司應該盡快就刑期提出上訴 我認為法官發了原則性的錯誤 判刑也沒有按照上訴庭的指引 這次判刑堅決了阻下性和懲罰性 我相信坊間的市民是不接受的 也有很多市民也說 咦 又出現了官商為的情形 為了將兼法治公義 律政司必須積極考慮提出這個刑期的上訴 並且釐清監力的適用性的指引 並且釐清監力的適用性的指引